本影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且色天洁飞往纽约班级上 出现了光头女吸血鬼 为了救宝贝二字 站出来对抗截击的坏恩歹徒 混搭了截击加丧失模式的 惊悚动作片 一起来看看母子是否能平安度过这次劫难 W又来介绍另一部Netflix上的新片咯 且色天洁主要说的是德语混杂了一些英语 是一部美德合作的惊悚动作片 而且是飞机上竟然出现了吸血鬼 在第一开始 先是看到在苏格兰皇家空军基地 正在对一架被截击的搬机进行紧急戒备 看到了葛拉罕麦克塔维斯饰演的艾伦 这边是由这位德拉蒙德上校来指挥整个调度 然后接着看到破墙飞机上下来了一名小人海 由卡尔安东克赫饰演的伊利亚斯 被部队救出来之后安置到医务室安全的地方 确实一直相当沉默 一句话都不说 也是从小人海凌望发呆的延伸开始回顾 但除了他跟他老妈佩莉鲍美斯特饰演那家 包括前面他们搭接的经过 还有似乎看起来他老妈是有一点怪怪的 这部显色天洁剧情采用的是道具插序手法 来营造了一种全宜神秘的气氛 包括从一开始地面上空气地这边 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的开场 飞机上下来一位小人海 不过却一句话也不说 然后看到他母子在机场搭飞机的经过 是由伊里亚斯一个人先来到机场 拖一行李 并在处理完毕之后在机场等他老妈过来 而那家看起来像罹患的某种疾病光头戴甲法 还靠着服用注射一些药剂来维持正常 甚至戴头巾墨镜等到往上才来到机场 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当然都是有原因的 只不过在剧情开始 这些都是刻意要营造一种不寻常鬼业之处 而看起来伊里亚斯是相当懂事的一个小大人 不但很多次都可以自主管理还懂了不少 也是在登记之前认识了跟他们同班级的这一位 尤凯斯赛蒂饰演的法利德是一位物理学家 根据了老妈视觉的片段还有想到他的说法 可以知道那家伊里亚斯这次飞到纽约 虽然去看一位布兰医生 移植骨髓更新协议治疗 但观众应该知道事情当然是没那么单纯 而就在登机起飞的这段期间 剧情也简单带过这一次班级上面的一些乘客 像是有一对夫妻空姐 有点心不在焉的夫妻师 看起来像是Gate空少很OK的商务商乘客 还有两个护士颜色感觉是有点怪怪的角色 然后过外飞机就开始起飞了 也是开始了这一趟大家生死未卜的金钱旅程 除了之用道具的手法 说故事在军云中布什还会穿插了那家他过去的往事 原来那家本来是有一个爱他的老公 他那时候还是健健康康的样子 那时候才刚出车没多久的伊里亚斯 从几段闪回的桥段可以看到 其实那家他们之前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 看到就让那家上洗手间回到座位没多久 事情从一个乘客争吵小事段开始 看到空少请那位乘客回到座位 但他却抓狂了 然后也看到另一名乘客出面来排解他们的纷争 而事实上包括出面排解的这位 还有接下来过来询问状况 这两个难得是空警 但往往没想到其实这是个陷阱 空少跟那名吵闹的乘客其实是同伙的坏人 就在拉上布联后 空少立刻干掉其中一个空警 两人接着是合理逼问出了第三名空警的座位后 接着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利民与空警 当然也包括了被挟持的那一位 三名空警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都被坏人给干掉了 看到这群坏人是由一个叫伯格带头 包括了前面看过的那一位空少 由雅历山大谢儿誓言其他人都叫他八号球 几个假装成乘客的同伙 还有竟然副驾驶也是他们的人 看到了接着飞机的正驾驶是被他给堵死了 过来这是把乘客都集中赶到最后的客场 对着大家进行广播威胁的 就这样整台飞机都被他们给挟持控制住 也很聪明的关掉了航机的通报系统后 开始由副驾驶进行操作是改掉头回去欧洲 然后在遭遇到这样的状况时 大多数的小朋友应该都会很害怕才对 但对于很有想法也很勇敢的伊利亚斯 就像他老妈提出了可以躲到底下货仓的建议 只是猫的行动也是为他们带来了许多的麻烦 就在伊利亚斯擅自跑离开的座位 试着要去打开通往底下货仓的隔板时 那家为了保护他儿子也离开了座位 但相当不幸的 接着是被里面最不受控的八号球开箱给打死了 而就在以为那家就这样挂掉的同时 借由了另一段那家过去的赏回 大家是可以看到那家本身隐藏一个秘密 就在那次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的回程 其实泡沫在乡下交易区遇到了一只吸血鬼 他老公在当时已经是被挂掉了 而加上甚至在过程中被咬伤也变成了吸血鬼 所以如果在这边是间接说明呢 为什么那家要等到晚上才能到机场跟儿子会合 为什么要服用储蛇药剂 就是因为吸血鬼怕光要控制住他嗜血状况 然后他们冒险出发去纽约 也是为了治疗他日益严重变成吸血鬼的问题 所以咯包括伊亚斯还有那群坏人 在大家以为那家一只挂掉了 看到没多久 那家又醒了过来 但还是很虚弱的样子 也趁着大家没有注意他的同时 那家偷偷通过隔板 是来到底下的货舱 然后就吸了货舱里面一只狗狗的鞋 才肿装是慢慢恢复了一些体力 接着也是挂掉了其中一个坏人在吸他的鞋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家注射药剂可以克制吸血鬼的特征 而吸血血刺后那家则是会强化吸血鬼的特征 会放大他的力量 但相对的 也是会让那家变得越来越是血 越来越失去人性 其实说到捷迹 要求赎金 威胁离开座位会引爆 要成个录下回教激进的录音 这些都是轨迹 把飞机车防欧洲 飞行坐标 设定在伦敦 目的是借由炸毁伦敦 引起世界恐慌 股市大乱 然后他们可以再从战争中获取暴力 只是在他们以为整个计划要得逞 就在大家准备好要跳伞离开飞机时 忽然终究是发现了 被那家咬死同伙的尸体 接着也发现了那家尸体不见 把我求知道了那家其实没死 而如果不输掉那家 计划可能就这样泡汤了 虽然后来没有跳伞 也回过头来要找到那家 并干掉那家 写色天级的导演是彼得图万斯 而可以看到了这不只是一部 结局犯罪的电影 还是结合了七切鬼题材 甚至是类似的丧尸片那样的模式 看到坏人的带头老大 伯格被那家咬死之后 将接着也开始要变成了七切鬼 没办法 那家必须要确实挂掉对方 因此可以知道被咬到之后 会变成七切鬼 力气变大 受伤之后不会挂掉 除非像是七干对方的鞋 爆掉头 或者是吃穿心脏 整个烧毁掉之类的 否则就像是被上司咬到 会变成上司那样 这样的状况是会传染的 会让整个状况是更加恶化开来 然后换的之中 最变态的这位 八号球就以七切鬼 怕光的特性 一度是制服了那家 更利用了那家鞋 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只七切鬼 所以后整个局势是越来越混乱 新作战战之间也越来越多人 变成了吸血鬼 而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 会想保有点神秘感的人 请你看到这里 就好咯 尽管那家一直压抑了 内心吸血鬼事情的特性 一方面也不断尝试 要来协助其他乘客脱困 但在货舱底下 并没完全被烧死的八号球 开始咬伤自己的铜火 制造出了更多的吸血鬼 所以在电影最后 三分之一的剧情 变成就像上司那样 无法控制住这样的传染 由货舱扩伤到上面的客战 有越来越多人被咬 也在大家面对到身体识别恐惧时 出现了各种人性的对立 挣扎的相互冲击 甚至情势持续恶化到 整台飞机几乎沦陷 只剩下驾驶舱是安全的 而伊利亚斯为了拿到 引爆炸弹的遥控器 接着是一个人 钻过通风口 吓到货舱要去拿 不过中间当然又是碰到了一堆阻碍 甚至是对上了八号球 极力攻击他们拇指两个 也是好驾驶 当然了 最后处理掉八号球 结果外面已经天亮了 大家一起合力 是把八号球甩出了飞机外面 中文来说 节气动作暴力 加上吸血鬼血清的题材 还有包括那家伊利亚斯的母子情声 试图客观了一些 在危险结难之中的人性百态 这些算是这部显色天洁的 几个还不错的看点 不过老实说 后半段传染扩大 实际上大家到处跑一跑去 咬来咬去的 这边整体给人的感觉 比较乱了一点 没那么用 而就在解决八号球之后 接着飞机开始要迫降了 巨型也接回到了 最前面伊利亚斯发达的镜头 让整个部队 跟飞机上的法利德 对峙到天亮之后 飞机上的吸血鬼 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 也看到了 从飞机上压出了法利德 但伊利亚斯刚好插身而过 错过法利德 然后接着呢 大家下一大挑的 再几乎已经变成 吸血丧失的 娜加奔向伊利亚斯 伊利亚斯拿错控制器 是引爆了整台飞机 所以说结尾是一个 震惊又是不舍的心情 前面娜加将伊利亚斯 托给法利德 可以知道法利德 应该会好好照顾伊利亚斯 也对于必须要 亲自按下按键 引爆飞机 对伊利亚斯 确实是天然交战 痛心的抉择吧 只不过这其中 是不是有一些 预留伏笔空间呢 像是娜加 已经跑离飞机一段距离 才爆炸的 没有直接看到尸体 都不算数 是不是有某种可能 娜加没有真的挂掉呢 甚至掉出飞机外的八号球 有没有可能还活着 总之这部显色天结 有还可以的 声光戏剧效果 如果大家无聊的话 还是可以来看一下 而看过朋友 有喜欢这部吗 可以来说说你的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显色天结咯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